這就是木櫃的部分,不過這邊我們還是要把主窩衛浴中間的一些設計告訴你 因為雖然你看不到,但是它有一些重點你一定要知道的 對,那個主窩的是衛浴,浴室裡面它本來就沒有創作 對啊 所以一般就不有發展的東西在草汁嘛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小動作 就是我們在圈貨板上做一個老公司 所以第一個可以保持浴室的乾燥 另外還有一個看不到的,跟大家推薦一樣 就是我們這個獨立排風 我們浴室裡面的單位是不開到環島電池 它只是在裡面循環,打不到排氣的效果 然後我們就是從裡面把它拉到外面 它是一個獨立排氣,就完全用不到裡面的人去來環島電池 所以基本上,雖然它是一個沒有窗戶的浴宇空間 可是它就不會有那個廁所的味道 不會 你看吧,這個就是你看不到,但是你一定要知道的事情 對 特別是老屋翻新的時候,這一點小地方真的要知道 對 利用系統會創造出的玄關及盒子空間 這陣餐廳的彩光,系統容量開闊 由原本封閉式的廚房 採用半開放式規劃後 動線更明暢了 整體利用系統會搭配木座的老屋翻新方式 在精準的預算之下 也能讓屋主有個又美麗又實用的居住空間喔 我還是有多點休息 我真的可以喝水 有什麼點水 我好喝水 我喝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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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